好,大家好,网友们好,基督徒们平安 我今天开始讲基督教宪政 可能要花好几个段落 花比较长的一点时间 来把这个基督教宪政 以及基督教与这个人权思想 权力制衡 还有西方的很多的民主人权价值观念之间的关系 给大家来做一个阐述 因为在以前的话 我已经写了很多的文章 你们可以在Google Research 就是我以这个曼德 曼德拉那个笔名 写了很多的关于基督教宪政 关于大国崛起的信仰根源 关于基督教宪政与人性论 还有等等的很多的一些 就是基督教的价值观 关于我们的人权民主自由这个体制 它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 做了很多的探讨一些 但是呢 还没有来得及整理成一个系统的一本书 最近有很多的网友反映 这方面有些需求 所以呢 我乘着有点闲时间 开始慢慢的讲一讲 首先呢 为什么要提出基督教宪政这个概念呢 这个概念呢 最早呢 还是这个已故的经济学家基督徒 杨潇凯 他首先蛮论的提出来 他写了一篇文章叫 《基督教与宪政》 他认为基督教里面的很多的价值观念 与西方的宪政啊 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比方说这个 每个人都有上帝创造 按照上帝的形象来创造的 这个就赋予了人权 也这个神圣性 还有君王 他在上帝面前也是一个普通人 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就是这个信仰的权利 上帝的权利 制约政治权利 取消政治权利的神圣性 王权和教权的一种权力制衡 这个呢 也是对西方的宪政民主 起了很大的作用 所以他后来写出这个文章 对这个基督教和宪政的关系 有些阐述 后来共用的很多的去年学者 也是我的好朋友 像陈允苗 王仪 范雅 包括任不媚 像现在做牧师 都提出了很多的 基督教与宪政关系的一些文章 一些说法 我自己写了很多的文章 为什么提出这个概念呢 是这样 其他的不说 因为目前在中国的知识界 他们提出了 鲁家宪政主 也提出了 道家宪政主 他们认为 鲁家道家里面的很多的基本观念和宪政呢 也可以衔接起来 而且更好的利于在中国呢 让宪政深耕发芽 而鲁家宪政主 主义的代表 就是陈明啊 秋风啊 他们呢 就是说提出了 这个鲁家的很多的一些基本观念 可以宪政呢 是非常联系在一块的 比方说 比方说这个 中国未来的宪政宪政策 奠定了一个精神信仰的根基啊 这就是鲁家宪政主 有很多的代表啊 东刚健老师 陈明啊 还有蒋庆啊 他写了一本书 就叫这个鲁学 政治啊 他提倡的是一种王道政治啊 他认为这个鲁学不仅是一个修身养性的 最关键的鲁学还是一个政治性的 所以他那个书叫政治鲁学啊 我是看过 他的政治鲁学的那本书的出版呢 和有一年就是把孔子的像 放在这个天文广场 九尺之高啊 跟那个毛泽东的像是眼睛是平视的 跟这个事件是息息相关的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啊 第二个他们也提出了这个道家宪政主义 著名的代表就是刘军宁先生啊 他是北大哲学系啊 法律系啊 我在国内给他见过几次啊 他的话觉得道家老子道德经里面 有很多的观念跟现代的宪政的非常有关系 比方说道法自然 因为西方的宪政呢 特别强调一个来源就是自然法 他觉得道法自然呢 为这个自然法定定了一个中国哲学的根基 啊 这个我们知道老子的道德经特别强调的是无畏挨制啊 啊 这个以无畏来顺这个有为啊 啊 以无来顺有啊 呃 所以他认为这是一个呃 小政府啊 大社会这样的关系就作为一个政府呢 不应该张压你的权利 你应该限制你的权利 还应该让这个整个社会 呃 团体呃 呃 党派呃 民意他们来 呃 动起来啊 所以既然道家儒家他们提出了各自的宪政主义 那么基督教呢 更应该呃 提出这个基督教的宪政主义啊 基督教的宪政主义实际上呃 在西方历史上呢 呃是非常呃 一个普遍的一些观念 在美国有一个著名的呃 法学家叫伯尔曼啊 凡是学过这个法哲学的人都知道啊 他就认为就是自由民主主义是西方历史上第一个啊 世俗的啊 宗教 而且这个世俗的宗教呢 是脱胎于基督教的 自由民主主义脱胎于基督教 所以他跟基督教分离了 但是他也保留了基督教的很多的价值观念 啊一些特色啊 他也指出这个美国的政治制度啊 英国的政治制度啊 实际上他的背后的逻辑思想跟基督教息息相关的啊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啊 一个是从西方宪政史的发展来看 他们跟基督教的发展是息息相关啊 从中世纪最早期的王权和教权的这种抗衡对立 定定了西方政治 它是一个制衡的政治 它没有显入东方的绝对专制主义 什么是绝对专制主义呢 就是王权就是神权 君王和神呢是统一的 天子就是皇 皇帝就是上帝 就神权 教权军权统一在一块 这就是东方政治的特色 东方政治主义皇帝呢就等于上帝啊 但是在西方从来不是这样的 西方就是你王权你只是一个世俗的政治权利 另外信仰方面还有教皇 还有各地的主教来扮演角色 就是说教权和这个王权始终存在着一个对立和制衡 这个对西方这种分权的观念起了一个很多大的作用 也为这个淡化君王的这种神圣性取得了一个绝地性的作用 在中国的话 如果一个人是皇帝啊 总书记元首那他就像神一样 但是在西方神要归神啊 君王要归君王 这就是圣经里讲的是凯撒的归凯撒 而耶稣的归耶稣 在西方没有显入一个绝对专制主义 就是因为有这样一种军权 也就是说政权和教权的分离 也就是说教权和这个啊 政权王权和这个神权之间的一个分离啊 然后我们再看到这个英国的这个宪政士 清教徒的很多的观念 包括威斯米斯特新条里面的很多的观念 为英国进行君主立宪 光荣革命奠定了根本的一个根基 还有这个逃到美国的五约化清教徒啊 他们的观念对美国建国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 到美国的独立宣言写着 就是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就是所有的人被造而平等 中国的翻译说人人生爱平等 这个翻译是错的 应该是人人被造而平等 就是在上帝面前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这些观念呢 实际上在这个清教徒那个时期是非常的普遍 我们就看到就是整个西方的这个宪政历史跟基督教息息相关 这是历史的角度 第二点就是基督教教义本身 他有很多的一些观念 比方说对人的这个考察 人心的这种全人败坏 这个罪恶 人不能靠自己成为一个圣人 人在知识上是有限的 在道德上是有缺陷的 人不能自己通过道德能力来成为一个超然的一个圣人 这些观念还有知识上也是有限 人不是这个对这个攻击分配各种他全都不能掌握他的知识有限 所以他否定了这个计划经济 所以你就看到就是说这个基督教里面的很多的观念呢 实际上跟宪政是非常有关系的 这个是第二个我们讲基督教宪政的这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呢 目前在中国要推行宪政实现宪政的话 还要考虑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我的基督徒呢 已经将近一亿 当然这个数字是很多学者一些人说出来的 反正数量也是很大 估计最少有个六千万 这是个庞大的数字 还有家庭教会的增长也是非常的迅速 这个就为这个中国实现宪政呢 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社团的一个基础 一个思想的基础 价值观念的基础 所以我们总结这三点呢 我们就知道 在中国提出基督教宪政呢 是非常有必要 第一点呢 就是西方的宪政史和基督教的关系 第二点 基督教里面的很多的价值观念 跟这个宪政的这些相同性 第三呢 就是中国目前的这个形势 它和推进这个宪政的一些美好的连接 一些关系 那我们讲一下 就是说这个 基督教宪政呢 主要是哪几块 基督教宪政呢 我们会讲很多的一些方面 首先呢 我们要讲一下这个宪政呢 就是这个人性这块 就是基督教认为的这个 人到底这个什么定义 就是人性怎么看 它到底是善的还是恶的 它到底人通过人自己的完善 能不能成为一个圣人 所以实际上所有的政治学说 它的基础呢 最关键的呢 还是在于 就是你对人性怎么看 对不同的人性的看法 就构成了不同的政治哲学的大善 这个就是第一点 就是说 我们要考察这个基督教的人性和人权观念 第二点呢 我们要看的就是这个基督教里面的 对有王权的神圣性的这种限制 打消了这个政权的这个神圣性 使王权和教权分离 然后使这个基督教里使徒行传讲的非常好 圣经里面 就是说 我顺服神而不顺服人 这个是应当的 就是我要顺服的是神而不是人 这个人呢 更多情况下指的是政府或者是国王 我顺服上帝的旨意 所以在上帝的旨意 告过君王的这种情况下 对君王的权利有了一个很大的限制 这个就是宪政的来源呢 第三一点呢 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基督教里面的 蒙约神学 圣经呢 又比称为这个新旧约全书 就新约旧约 这个约是水根水利的 所有的约都有这个甲乙双方 新旧约的意思就是上帝与人立约 有新约有旧约 所以这样一个蒙约神学呢 对这个西方的社会契约论 对这个戴义制的政治 对整个契约的文化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所以我们看基督教与这个蒙约神学的这个关系 最后一点我们就看一下这个西方宪政社会的一个根基 就是个人主义 个人主义跟基督教的关系 这里面特别要提到马丁路德的 因信称义的这个学说 他对这个个人主义是一个 非常根基性的一个奠定 就是我因为信 我就可以在上帝面前成为无罪的人 我单单的个人排除任何的教皇国王 我单单跟上帝联系 就是上帝之下个人最大 天地之间上帝最大 所以这样的话确立了个人的这个地位 还有这个加尔文他的这个预定录 预定录也是把这个个人主义 在西方的这个价值观 社会文化当中给确立了起来 所以我们未来讲的呢 主要是就这个四个方面 那我们首先呢 来讲一讲就是 这个第一个方面 就是基督教的这个人权观念和人性论 他对宪政的一个影响 这个讲的话也可能要分成几节 今天呢我们先那个讲一部分 我们呢今天呢就先讲那个人性论这一块 下次我们再讲人权的观念 在这个人性论上就是说 不同的哲学 不同的宗教 他对人性的不同的看法 就造成了不同的一个政治体制 不同的意识形态 比方说儒家思想 他就认为 人之出心本善 而且呢 人之救善也如水之救下也 而且这个相信 由其中的某些人 他通过自我的修养 就可以成为圣人 成为王者 然后他们来治天下 这个王者呢 不受任何的监督之害 这一套理论呢 就是实际上 就是中国几千年的这个 专制 他的一个背后的一个思想 这是儒家里面的有些早博 儒家里面当然也有很多好的东西 就是他主张人性善满 还有一个共产主义的思想 社会主义的思想 他们认为就是人 在这个知识上 理性上是很发达的 没有理性解决不了的问题 这个包括这个 故种这个马克思主义者 他也是这种看法 他认为这个 没有理性解决不了的问题 所以这个经济方面呢 他也是这样 就是说 我整个社会的经济 我都可以计划 谁生产多少 谁消费多少 谁分配多少 全都是由国家来统一的 他否定市场经济 就市场他作为一个 自发的一个调解机制 他否定 他必须要有人来调解 生产 那时候取消这个 这个很多的市场买卖 带制于这个粮票啊 这个各种的菜票啊 煤票啊 你就看到那个计划经济啊 那个他的前提就是说 人能够主宰一切 人能够计划一切 所以他相信人有这个 无限的这种理性能力 所以呢 他就搞一个计划经济的社会出来了 所以就说 你对人性怎么思考 那你实际上就会诞生相应的一个社会制度 包括这个哈伊克 他是特别的这个否定社会主义 他写了一本书叫通向奴役之路 就是你社会主义搞到头就是通向奴役的 他反对的是这种无限的理性 他强调的是有限理性 就人的理性是有限的 实际上很多的事情都是人的理性解决不了的 包括这个康德 他就说这个字体不可知嘛 就是人的知识能力是毕竟是非常有限 最深邃的那些东西 你是没法了解 永远没法了解 在这一点上呢 这个基督教呢 是特别的强调 人在道德上是全人败坏 是有罪行的 在这个知识上也是有限的 这样的话就是为一个宪政 就是我们来宪职君王 创造了一个思想的基础 君王他是靠不住的 总统是靠不住的 所以我们需要新闻媒体的监督 我们需要国会的监督 我们需要司法独立的监督 所以在美国做总统很不舒服 各方面才监督你 因为他们相信 人是靠不住的 越是大人物越是大坏蛋 越是有权威者越可能腐败 有权必辅集权即辅 这些观念是最早在圣经里 都体现了出来 圣经的罗马书三章十节到十二节说 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 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 圣经认为就是说 上帝造人的起初 人还是不错的在一点园里 但是因为人偷吃了上帝的静果之后 人就显入罪中 显入罪中之后就是全人败坏了 后来这个耶稣来拯救世人 人们来相信耶稣之后 人在上帝面前称义了 称义的意思是被上帝认为是一个无罪的人 那是被称为啊 实际上你还有罪性的 那是人什么时候无罪呢 就是等死了之后进天国 或者是耶稣基督再来 那个时候才是完美的 所以反正留在这个现实当中的人 都是有罪性的 都是有限的 都是败坏的 所以人有根深蒂固的罪性 这个也导致这个整个西方的价值观 对人持一个坏于态度 尤其是君王 尤其是有权利者 所以他们忏悔啊 道歉啊 都是家常便饭的 这个中国的文化不一样 我们看就是犹太历史上 也是基督教历史上 伟大的君王大卫 那他这个真的是伟大 光荣正确 但是他在这个最成功的时候 犯下了罪 他把一个军官的太太给 这个等于是跟他割合 然后去为太太 把那个军官给杀了 就干下了这种事情 圣经上一字不漏给写出来了 就你做的什么坏事都写出来 但是我们这个相同那个时代 就是大概是中国的周朝 跟大卫相同的 写那个周文王周武王 那个历史书上 都是周文王周武王的优点 分工伟绩 没有一个缺点 这就是圣经跟中国的历史书的不一样 中国的历史书 他由于中国的传统价值观 就把人给神化 周文王 那简直就要神 周武王呢 简直就要神 那没有一点瑕疵的 但是圣经里对人的这个描写 就是他有什么缺陷 全都给讲出来 圣经的着远点是在神 以人的不完美 突出神的完美 中国的历史书的着远点在哪里 在人 把人变成这个神 所以你看到 在圣经里面 这个大卫还有摩西 这么伟大的一个领袖 他后来也犯错 他击大磐石 最后神没让他进入这个迦南地 最优秀的新约的两个使徒保罗 彼得 也经常有错误 比如保罗他就说 我就是罪人中的罪魁 他有一根刺 就是他的人心的一个短处 他都讲得非常清楚 那彼得彼复为天主教的第一代教皇 但是他也错误百出 他甚至这个三皇不认主 他甚至这个在别人前面装甲 这个圣经一字不漏都写出来 这个就讲出了这个人性的一些败坏 罪恶 所以说连一个义人都没有 连一个行善的都没有 人是全人败坏的 这些观念在这个基督教里就特别的强调 而且读圣经的这些基督徒 都看到就是圣经里面的人 除了全人全神的耶稣之外 没有一个 他有这个是全面的一个义人的 都是有缺陷的 所以在现实当中 对国王 对这个首脑 对这个教皇 对任何反正是人的 都是知道大家知道他是有缺陷的 有瑕疵的 我们要监督他 我们要制衡他 对自己也是 我们盖盗窃就要盗窃 我们要必须要制衡起来 我们把自己要 需要监督起来 这一点呢 就是造成了一个宪政观念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价值观 这个价值观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是区别于中国的传统文化 很多人说中国为什么没有诞生民主 最早的 为什么 它现在在西方最早的这个荷兰 后来在英国 在美国 这样一个北欧才能产生这个自由民主宪政呢 实际上跟中国的背景是非常有关系的 我们都说这个是因为制度的原因 它制度是怎么来的 制度实际上就是价值观形成文字 就是制度 那价值观是怎么来的 价值观就是你背后的那个宗教信仰 你对神怎么认识 你对人怎么认识 人是不是人知诸心本善 还是人就是全人败坏 就是有罪性的 你对人怎么看待 实际上就造成你的不同的价值观 然后对价值观形成文字 就变成法律条文 变成制度变成这个国家 所以就是中美之间的不同呢 还是一个基督教和中国的传统文化 这些宗教包括马克思主义 他们的这个不同 马克思主义更加认为这个人就是万能 人理性上很超越 可以涉及一切 道德上这个无产阶级先分队 那简直就是完美无缺 就是选民呢 就像耶稣一样 无产阶级的先分队 就是共产党员 他们可以带领人类 从必然人亡国进入自由亡国 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那个天国啊 地上天国啊 实际上这个共产主义的核心 就是把耶稣给抽掉 然后把无产阶级先分队 共产党这个群体给放进去 他就是我们的救世主 是这样一个观念 他们就是人类历史的这个拯救者 所以他们不受监督 不受制衡 我们在共产主义国家里 这个选民呢 就是一个神一样 所以我们看到 就是说这样